老天后,还一斟 大家好,我是法子 这边有一口堂 那个堂主在宜堂边等着我 他叫我过去跟他谈一下那个宜堂的情况 现在我们过去,走 堂主,久等了 就这个宜堂是吧 是是,这个宜堂天气太干了 没什么水 现在的水很少了 可能最深的地方只有这么,有没有这么深 就三四十公分了 那差不多 你都看得到 这里面具体有什么鱼呢 有草鱼,大头鱼,鲤鱼,鲤鱼这些 去年放了一百多条草鱼下去 放了那么多 是是 现在呢,现在里面还剩多少鱼呢 因为今年长大水,这里可能跑掉了一点 跑掉了一点是吧 可能还有三五百斤嘛 三五百斤,我看这个水只有这么深 然后 水是少,但是鱼多 我估计鱼,鱼里面的鱼也不会超过两百斤吧 我估计 这个我就尽快要处理掉了 不然的话都干死了,就浪费了 那你看多少钱包给我,何事呢 按金开始 怎么就整的包下 一起包下是吧 对 那你自己抽水自己抓 对 那样嘛,五千吧 五千 对,差不多三五百,四五百斤了 五千太高了,太高了,这里面肯定没那么多鱼 就在两百斤左右 两百斤啊 我也不知道唐里的情况 因为涨水涨掉了一些 你看两千块钱行不行 两千的话可能不划算了 你是不是还要跟你老婆送两一下吗 不用上,不用上 我家说了,我说了算 喂,老婆 老板,这样吧 五千,就是那个少一点给你 三千吧 三千 爽快一点,大家都年轻人 要不这样我就给你加六百 三千就确实有点贵了 二千六是吧 对对对,加六百 可以,那你今天要把它搞掉 不然那时候 这个肯定 弹下来咱们就把它,开始把它搞掉 没什么水,让它开始搞吧 好,行行行 那我现在就去把东西拿过来搞掉它 哎呀,这口鱼汤 这个里面的水是排不出去 要用抽水机来抽 然后旁边是很多这个菜地 我们把水抽到这个六百一个磁场去 蓄在这里面 等一下人家好 这个天气太干旱了 要水用 先到这里面挖一个坑出来 因为这个水太浅了 抽不上去 而且你会先给水 盆地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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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到这么多盒帮啊 这个好吃吗 这个好吃 现在水抽的是差不多了 只有这么深的水了 咱们先下去把大的鱼抓起来 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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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挺大的 正宗的大楼 这个头 上后 又是个白脸 这草椅很漂亮 金黄色的 这草椅可以啊 这条草椅有五斤多 五斤多 好 要不要你再操网装一下 来 你负责硬术啊 好 起来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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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么小的草椅 哎呀 还挺能跑的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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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草鱼原来是鲤这么大 6斤的大草鱼 飞起来 飞 太小了这个大草鱼 一斤左右 吐啥 吐啥 发了发了发了 吐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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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的已经抓的差不多了 那些小的咱们就不抓了 让这些村民抓去吃 好啊 走 我们上去看一下衣服 搭了多少 这个大的全部抓起来 我估计至少得300斤左右 我要 等一下那个堂主看到了 他肯定要 堂主他老婆不要看得见 这个堂主看就没干系 他老婆不要看到 这个也非常漂亮 净棒净棒的看一下 不过还好你留一些小仪在那里给他 留点那个小的 也有一斤左右的鲤鱼 里面芝士还有几十斤吗 有有有 那个鲤鱼有 都是一斤左右的那里 小鲤鱼 放手 走转给你 抓 这里 抓 他过来了 怎么 小鲤鱼 小鲤鱼